所以以前有秀場的藝人 愛上妳嗎 追妳 沒有耶 因為以前秀場 好像是我真的是最小 因為妳對那些大哥來說 整個就很嫩啊 而且他還滿熱人厭的 然後在後台都讀書 他們都在打怎麼讀百家樂 然後我常常聽到他們 就是丟那個牌就會講說 要上台 就是前面會罵一個髒話這樣 然後我就 要上台了 然後又輸了一百萬 我剛剛後面想說啊 我唱整個秀也不夠拿五萬十萬 就是常常聽到他們這樣子 然後妳沒有加入他們的行列 沒有 但是有被偷摸過啦 就還是會被吃豆腐 屁股嗎 還是 沒有 就是譬如說 妳在後台準備 那他們不是要上去介紹妳 他們就會譬如說她是 她是我 那妳就站在那個紅色的帘幕有沒有 他就會走過來說 就是什麼 比如說這樣 這樣他也高興 掐一下腰 就掐一下 然後剛才想說 他們打招呼的方式好奇怪 所以如果妳懂得 因為實在太小了 所以如果妳懂得伺候大哥 就要立刻就 就要開始跟他那邊 沒有 後來就有看他 跟那些秀長妹妹啊 就如果妳是... 就是譬如說 好 就妳是秀長... 妳是那個大哥 妳講到捏我一下 講到捏一下 然後 大哥 怎麼會有這樣子 應該會一直用胸部去磨射 他們的肩膀吧 大哥 等一下喔 晚上擺家了 什麼之類 然後妳就覺得 我那時候才十七八歲啊 而且妳知道我夢中的唱歌 是松田聖子跟忠生明菜 整個感覺差很... 我當時一作秀就哭... 可是妳還是得做嗎 就家裡就媽媽被搗毀啊 然後還有就是媽媽剛從... 就是如果要從日本回來 台灣要買房子 可是妳那時候 已經跟哈琳哥認識了嗎 比較...還是過了兩三年以後 我剛開始一個人跑很辛苦 我每年就是自己一個人 吃完年夜飯 然後就坐五個小時的車 去藍寶石 就坐野機車 扛著那個要做秀的衣服 大概就比這還要誇張的 然後就坐野機車 然後到那邊再換計程車 去藍寶石 然後大概晚上 差不多兩三點才排一下 跟老師 然後排排了之後 而且妳還不能得罪樂隊老師 因為有一次就是 我唱一唱 我就說老師這邊好奇怪 那個老師就開始說 等一下 妳看就這樣子 就已經跟我嗆聲了 因為我很小 結果妳知道悲傷茱莉葉啊 鬼打牆 副歌一直唱不完 悲傷茱莉葉 然後要結束了 悲傷茱莉葉 張葉漫漫 無法入結尊褲前 Romeo流淚 結束 悲傷茱莉葉 我在唱 妳唱了嗎 好好笑喔 我老實說一直給妳看... 惡整一直讓妳一直一直唱 她就不收 有些不是會弄超快的嗎 悲傷茱莉葉 就直無此為 所以女生聚會在幹嘛咧 聊是非 對 聊男生 她很聊男生 怎麼說 就是如果我們今天對於 譬如說男朋友有什麼煩惱 或者是今天遇到一個什麼男生 你只要跟他講 他可以從妳講的一些蛛絲馬跡裡面 分析出這個男生他在同年 是不是有受過什麼創傷 還是他今天屬於什麼樣的人格 好像妳的心理老師你知道嗎 對 比如說我曾經就跟他提 我還滿喜歡一個男生的 可是我發現這個男生他很容易 暴怒 而且有時候就覺得 他可能再一個不開心 就要揍過來了 我就說 就會砸東西 對 我就說這是不是很恐怖 然後他就會開始分析說 這種人呢 屬於他的情緒在 幼稚園跟小學生的階段 所以你跟他溝通的時候 你要把你整個人溝通的模式 放小學生 然後他就會開始跟你分析說 不能跟他講道理 因為你越跟他講道理 你會激怒他 沒錯... 然後他會覺得說 好 你了 你懂 你了不起 他就會更氣 對... 他就跟他講 然後他說很有道理 因為其實我每次都覺得 他既然已經這麼生氣 我應該要跟他講道理 安撫他 我說沒有 那時候 妳最好趕快走 我覺得他講的 常常會滿有道理的耶 他講的話就是 妳會覺得當下就對喔 所以如果一個男生 已經三個月沒有碰那個女生了 妳覺得會是什麼原因 我很常... 只是幫觀眾問一下 這也可以分析出來 這有點問題對不對 蔡康康 妳說 為什麼會有人會那麼奇怪 我就好累 我昨天才是 很厲害喔 我跟你講 有些人真的是 如果超過三個月啊 我覺得有幾種可能 當然有一個可能是 男生工作壓力很大 妳知道嗎 因為他也不願意 再在這個地方展現雄風了 他就是整個無心這樣 就是第一個 真的是工作壓力 那第二個有可能就是說 他...他對這個女生真的是... 沒興趣了嗎 我覺得可能還有愛情 但是沒有身體的慾望 這是另外一種階段 變家人了 就有點像變家人 沒有妳也不行 他也希望跟你吃飯跟你講話 可是他身體的那個費洛蒙 已經消失 對...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還有一種可能是 他正在剛剛有一點點喜歡 另外一個女生 所以他的身體被那個女生吸引 但他又沒有覺得他不愛妳 就是藉在要變不變之間 真的 也有這種可能性 所以那個女生要怎麼樣 再激起她的慾望 我覺得那女生最好的方式 就是暫時消失個幾天 我不是說我... 而且你看...這邊都是那個 吻恆跳沒有 多忙啊 我每個人都... 我等一下陸阿姨還得趕回家 在那邊 情節那麼忙 他就是妳隨便一個問題 他都可以講出很多 我有一個當女朋友優點 我從來不問他們說 那這個人是誰 是誰 對 他會聽妳講什麼 然後告訴妳說 那妳現在應該要做什麼 我不會去問他 那這個人是誰 他幹嘛的 他什麼什麼 完全就不問 他連這三個月有碰妳嗎 小眼了好不好 你毛巾這樣子 他有碰我 我懷疑妳們變家人了 他還在生 就... 還在生怎麼想到 神呼吸 什麼東西 等一下他打電話給妳的時候 妳正在忙啊 沒有啦 妳說他正在幹嘛 跟話給我講清楚 因為我們兩個是好朋友 話只能點到為之 對 那時候我在香港發展 然後就很孤單嘛 那我們兩個都聚少離多 所以羅美惟那時候對我很好 羅美惟就會帶我去 跟他們的朋友玩 然後就在那時候認識美艷芳 當時她已經是很多人 就是大概西方就喜歡馬丹娜 香港最大的港星就是美艷芳 然後她的舞台就很棒這樣 那她對我們都很好 就是完全沒有那種 有時候我們在那邊玩撲克牌啊 那時候叫...就是楚大碟有沒有 然後她就還會幫我們倒茶端水 或是想說 換之說的那個曼珠沙華 就幫我倒茶 對... 就想...你知道 因為你想起來唱歪歪 調米歪之類的 然後後來就是 在中間陸陸續續有時候看到她 她都叫我伊能 她說伊能啊...伊能這樣子 在她過世前有碰到她 我在拍畫魂的時候 她跟觀景棚 是非常好的朋友 還有佳玲 然後那時候就是美... 美姐跟就是佳玲 就跑來探班 然後探班的時候呢 那天晚上就喝了很多酒 我當時不知道她是 已經是這樣的狀態了 我如果知道我真的是會目瞪口呆 因為她完全就還是那個大姐大 就是伊能來 妳怎麼那麼晚才到 因為我最後一個收工 就這樣子 然後我就看到觀島 一邊抽一邊說 好了...這樣子 他們都知道 你知道那種感覺 就是他們都知道 他們並沒有加... 不要喝 不要喝 就是... 想讓她開心 對 因為她那天好開心 因為所有朋友都在 而且聚在上海這樣 然後後來她突然就跟我 她就躺在我的身上這樣子 大家都喝得差不多 可是我因為第二天要拍戲 我是喝最少的人 然後其實也是因為 我跟他們沒有那麼熟 老師這樣我跟他們沒有那麼熟 就... 所以當時她談我上 我有點受寵若驚 你知道嗎 她突然就跟我說 她說伊能 妳知道嗎 有什麼比妳愛的人 也愛妳還要幸福 然後反正我就一直在 受寵若驚的狀態 就是因為... 妳有立刻衝到後面哭嗎 然後妳知道 那天早上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是我要在北京開記者會 她們進來跟我說 等一下記者要問妳一個問題 我有什麼問題 她說那個美姊走了 這樣 等一下 然後我就說 怎麼可能上個月還來給她喝酒 這樣子 所以只有... 離那個事情只有一個月啊 一個多月 然後我就打給連世良老師 連梁老師一直哭... 然後跟我說 她說我要幫她畫完最後一個妝 我要把她美美的 然後現在我們兩個在電話裡面 一直哭 好可憐 哭到喔 實在是喔 然後我就說 我跟她不熟 可是我覺得就是... 然後那也是我跟哈琳哥 第一次公開在媒體面前露面 就是當時她公寄的時候 我們兩個有講說 我們要不要... 我們還一前一後嗎 不可能嗎 我們兩個就專程飛到香港 然後去參加他們 那是我們第一次 手牽手被媒體拍到這樣 可是我們真的覺得說 雖然我們跟她不熟 其實沒有那個交情 可是就算是一個遠方的朋友 就是 妳知道妳也應該在這個時候 就是做這件事情這樣 好可憐